第四十五集 退敌 第先 主神 主神大人 吴蒙倒众人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眼见组长的举动 顿时发出了喜极而泣的欢呼 往后退了一段距离 纷纷朝着韩丽败道 不过那些岁数比较大的族人 还有那些元老们的神情 都有些古怪 似乎略有些迟疑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快拜见主神 罗峰瞪了那些元老们一眼 沉声喝道 见过主神 那些人的身体一震 急忙也朝着韩丽的方向 攻身行礼 楚神 韩丽的脸上神色未变 心中却是一正 经过最初的茫然 以他的阅历见识 自然第一时间便看清了如今的局势 以这威胖儒雅男子为首的人族一方 显然正在被以那名紫袍壮汉为首的一族围攻 且形势相当的不妙 甚至可以说距离败北也就已不知遥了 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重返仙界 却好巧不巧地遇上了此等事情 若非此处只有一名大城西修士 且方圆千里之内 似乎也没什么更高级别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存在 他必然二话不说 就直接离开了 毕竟这里再争的头破血流 跟他可是没什么关系的 不远处的半空中 涂哈看着突然出现的寒厉 脸色却有些阴晴不定 眼看着就差最后一步 就能灭掉乌蒙岛这些人族了 结果就在这最后关头 却出现了一丝变故 组长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是否要回去请示一下 一名长着八字湖的合体骑大汉 走进屠哈 传音问道 好不容易将这些该死的人族 逼到了这个程度 绝不可半途而废 传令下去 血战到底 屠哈未以犹豫 咬牙传音说道 可是这人若真是乌蒙岛祖神 我们恐怕 八字湖大汉有些担心 此人出现的如此诡异 看起来还如此的年轻 是否是吴蒙岛的祖神 还是两说之事 结果观其气息衰弱 受伤必然不清 根本就不足为惧 我们一起出手 只要将之灭杀当场 吴蒙岛就彻底完了 屠哈眼中冷芒一闪 沉声传音道 话音刚落 她的身形猛然射出 如电般 瞬间出现在了 韩丽的上空 冷冷地望着韩丽 八字湖大汉和其他三名 合体一族 也立即紧随其后地 跟了上去 与屠哈一起成合围之势 包围了韩丽 韩丽此刻 却是双手倒背地 对视着屠哈的双目 一点异样的表情都没有 双方尚未有其他举动 周围的韩丽族人 却同时爆发出了一阵呐喊 再度向广场中央 发动了进攻 吴蒙岛一方立刻迎战 不过 因为韩丽的出现 士气颇为高昂 洛峰的目光 向四周扫了一圈 随后又看向了韩丽 嘴巴张了张 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吐哈却动手了 但见其身上突然浮现出大片的蓝色霞光 在身后凝聚成了一个小山般的大小蓝色蟒头虚影 头顶长着一个巨大的弯角 独角巨猛 方意形成 蟒头巨口目的一张 朝着韩丽狠狠的一喷 无数蓝色波纹浮现而出 滚滚翻涌着 朝着韩丽打去 一股奇寒之力 从蓝色波纹中散发而出 磁拉之声大起 翩翩薄厚不一的冰晶蔓延开来 虚空似乎都被冻住了 同时 吐哈两手凭空一抓 顿时大片蓝霞滴溜溜一转 一下幻化成了两柄蓝色短枪的脱手飞出 并在图中表面忽来一下 浮现出了无数的蓝色冰焰 化为两条十几丈长的蓝色冰龙 一左一右朝着韩丽扑去 几乎是吐哈出手的同一时间 八字湖大汉等四名合体一族 也纷纷催动手中的法宝 朝着韩丽打去 韩丽见此 从容不迫的单手一抬 一只手掌从袖口中一探而出 朝着蓝色波纹一掌拍出 轰的一声 一股可怕的无形距离 化为了阵阵气浪和蓝色波纹相撞 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 蓝色波纹摧哭拉朽般的被击溃 转瞬之间 潇洒无踪 就在这时 一股冰寒刺骨的韩丽袭灭 两条蓝色冰龙一左一右 张牙五爪的飞扑而至 韩丽连眼皮都未眨一下 另一只手一挥 虚空泛起了层层的波纹 仿佛是一只无形的巨手扶过 蓬蓬两声 两条兵龙哀鸣一声 经寸寸的碎裂开来 重新化为两柄蓝色的短枪 并被韩丽单手一招的 直接抓在了手中 涂哈眼见此景 面色先是白了一下 接着目中射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轰隆隆一阵响 其他四名合体一族的法宝攻击 此刻也落在了韩丽的身上 但随着其体表浮现出一层半透明的光膜 表面银色流光为一流转之下 便将这些法宝的攻击全部弹飞 身体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怎么可能 八字湖一族等四人面色大变 口中惊呼出声 立刻感觉到不妙 但未等四人做出什么反应 韩丽单手一挥 手中两杆蓝色短枪 顿时化为两道蓝影的脱手飞出 一闪之下 便洞穿了八字湖一族 和另一名合体骑的一族胸膛 蓝影刺中两人的瞬间 他们身体立刻泛起了耀眼的白光 不过 丝毫无法阻止蓝影分得好的 直接被刺破 接着 两人的躯体被短枪携带的气径 给搅成了肉泥 连猿鹰都未及逃出 便身死当场 几乎是下一瞬间 剩余两名合体一族身前虚空一闪 两只模糊的拳影浮现而出 闪电般的击中了二人的身体 二人啊 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不过 他们的身上 也立刻浮现出了一层白光 画为了一层光盾 试图抵挡住拳影 咔咔两声 光盾轻易的被击碎 然后拳影打在了二人的身躯上 两声沉闷的爆裂之声响过 二人的身体便爆裂开来 画为了无数的血雾 从屠哈等人出手 到韩力举手投足间反杀四名合体一族 前后还不到一个呼吸的功夫 此时的屠哈呀 早已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并二话不说的 转身画为了一道白色红光 朝着远处 急舍而去 速度 那是快的惊人 同时 其一只手腕上的镯子光芒眼响 身上瞬间多出了数层各色光照 全身上下 更是被一层蓝蒙蒙的精甲所覆盖 就在此时 韩力的鼻中发出了一声低哼 结果 早已飞出数百丈的屠哈 只觉脑筑目的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 接着顿光一顿 整个人竟一个跌向的 从半空中摘落而下 但紧接着 其脖颈处一枚看似寻常的翡翠玉佩 砰的一声碎裂开来 发为一根根的精英青丝 一闪即逝的没入其头颅之中 屠哈只觉脑海中一阵清凉 顿时清醒过来 但接着其身前 身影一晃 韩力竟趁此机会 一扇横跨出数百丈的距离 到了他的面前 胸腹上七团蓝光一闪之下 一条手臂猛然粗大了一圈 并五指握拳的 冲击一倒而来 屠哈心中大害 几乎是想都不想的 用手中的一柄蓝色大刀 往身前一挡 砰的一声 其铁塔般的身子 顿时如一只破麻袋般的倒飞而出 手中的蓝色大刀 寸寸碎裂不说 身上的树层光照 也轰然溃散 就连身上的那件 含金铠甲表面啊 也是裂缝密布 汉里眉梢一条 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 但接着身形一个模糊之下 如影随形般的出现在了 屠哈的身前 再次狠狠一拳 冲着对方击出 一股可怖的距离轰然而至 虚空的位置波动 咔嚓一声 屠哈身上的含金铠甲 连同身上的那层凝实白光 仿佛是鸡蛋般的碎裂开来 接着扑的一声 连惨叫也来不及发出 肉身连同体内的猿鹰 便一起化为了一堆血肉 一只蓝莹莹的手镯 从中飞蛇而出 一个闪动后 稳稳地落在了寒厉的手中 他放出神石 稍稍的一扫后 便直接扔进了厨物镯中 然后才悠然朝着下方望去 只见广场四周乌鸦鸦的人群 此刻却是鸦雀无声 韩清族和乌蒙岛双方 竟纷纷目瞪口呆的傻 站在了原地 早已停下了战斗 祖神威武 杀 将这些异族全部赶出乌蒙岛 洛峰神情大气 最先反应过来 口中发出了一声欢呼 祖神威武 乌蒙岛的众人 此刻也是纷纷地回过神来 发出了震天般的高呼 气势如虹地朝着韩清族冲杀而去 韩清一族此时的人数 虽然比乌蒙岛还要多上一些 但族长与四位族内修为最高之人 瞬间被杀 群众无首之下 顿时战役全无 被杀得节节败退 对于残余韩清族的追杀 韩里自然没什么兴趣 身形一晃地落回到广场上 自顾自地将此前四名合体一族的储物之物 纷纷地收起来 此时广场之上 除了追杀敌人尚未返回的族人外 几乎所有人都直勾勾地望着韩里 也不知是谁突然高喊了一声 恭迎祖神大人降临 呼来一下 所有的人都纷纷地败倒在地 山呼海啸般地连声呐喊起来 连族长洛峰都同样恭敬至极地 拜伏在地 这些乌蒙倒的人族 此刻脸上全都挂着 劫后余生的喜悦神采 当中甚至有不少的人 更是压抑不住地低声啜气着 但更多的却都是以一种崇拜敬畏 仿佛凡俗之人看待神指般的眼神 望着韩里 韩里目光从众人的身上扫过 脸上神色异常平静 他没有立即向众人宣布自己 并非他们口中的祖神 也没有顺水推舟地承认此事 而是嘴唇微微息动 直接向那位族长洛峰传音了几句 后者闻言还跪拜在地的身子 微微一颤随即站了起来 身色有些凝重地向身边几人吩咐起来 胡长老 由你来负责救治伤者 并清点族中减少和损失的情况 齐长老 你来负责族内的警戒 以防那些异族卷土重来 我要随祖神大人 强往祖神阁一下 没有我的吩咐 任何人不得靠近 众人皆是应声而出 恭敬领命 祖神大人 这边请 洛峰围攻着身子 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引领着韩里 朝着残缺的雕像后方走去 四周的族人见状 纷纷攻身 让开了一条通道 二人刚走没多远 广场上的其他族人 就不约而同的齐声喊道 恭送主神大人 声音洪亮异常 整齐华一 一连重复了数遍 直至韩里二人的身影 渐渐没入后方的山林 才停下来 整个过程中 韩里都没有回头 脚下的步伐 也没有丝毫迟滞 沿着林中 一条石板铺就的 蜿蜒小径 二人来到了一座 造型古朴的 悬山顶式大殿前 此殿高不过十余丈 与寻常宫殿相比 并不如何高大 墙体躯黑 似乎是就地取材 选用岛上的礁石锁住 上面布满了 岁月侵蚀留下的斑驳痕迹 而其门窗郎柱上的漆色 却还十分的鲜艳 显然是定期便会清洗重漆的 店前一片不大的广场 和廊下的石阶 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几乎连落叶也没落下几片 寒丽仰头看了一眼 店门上方 指尖那里挂着一方黑色匾额 以金漆书写着三个古着大字 祖神阁 洛峰快步走上前去 先是恭恭敬敬的拜了一拜 随后支押一身的将阁门给推开 让过身子 请寒丽进入到阁中 进入店内 寒丽迎面就看到了一尊与真人等高的黑色石像 单看面容神情的话 倒的确跟自己有三分相似 既然这里只有你我二人 我也就直说了 我并非你口中的什么祖神 今日出现在这里 也只是一个意外而已 寒丽绿一打量便收回了目光 转身看向身后的儒雅男子 开门见山的说道 洛峰文言 脸上顿时闪过了一丝惶恐的神色 连忙又是拜倒在地 说道 祖神大人 今日要不是您真身将领 我们乌蒙岛定南逃灭族的厄运呢 您可千万不能抛弃我们呢 我们全族上下 这万年来一直前程供奉 还望您继续庇护我们 今日若非那些人自己撞上来 我也不会出手 你也不必对此感恩戴德 你身为组长 我是不是你们的祖神 你自己心知肚明 别妄想我来替你们挡去眼前的灾祸 安丽的声音一寒地说道 洛峰的身子一颤 甚至露出了几分惊惧之色 随后有些无奈地苦笑道 前辈 其实不管您是谁 都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您答应 继续以祖神的身份留下 帮我们度过此次的危机 我们将倾举足之力 全力供奉您所需要的 所有修炼资源 你先说说你们口中的那位祖神 究竟是什么人 韩丽的神色略微起了一丝变化 没有马上接口 反而突然问起了有关祖神之事 我们供奉的这位祖神 实乃本族数十万年前修炼成仙的一位老祖 世世代代一直庇佑着本族 也是本族在此地立足的根本 洛峰文言微微一正 但还是小心地解释道 也就是说 今日侵犯你们的那些异族 也有其供奉的祖神 笼罩他们提表的那层白光 莫非和其祖神提供的庇佑有关 韩丽听了对方的言语 略想了一下之后又问道 没错 不过他们韩经族的韩丘老祖 不过是十余万年前 刚刚修成大道的一名帝仙而已 实力在我所知道的诸多祖神中 只是属于末流 甚至当初还曾败在我们吴蒙岛祖神的手下 洛峰恨恨地说道 帝仙 何为帝仙 韩丽眉头一挑 您不知道帝仙 难道说您是刚刚从夏节飞升上来的吗 这一次轮到洛峰有些吃惊了 韩丽没有回答 只是神色平静地指使对方 洛峰识趣的呀 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而解释道 所谓帝仙 就是通过庇护一方区域 汲取受蔽信众的信念之力来修炼的仙人 一般而言 庇护的区域越大 信仰供奉之人也就越多 修炼速度也就越快 神通也会越强 和我说说这韩经族的情况吧 韩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画风一转地说道 他心中虽然对主神帝仙之事起了不小的兴趣 不过并不打算此刻就刨根问底 启并前辈 韩经族与本族一样 都是处于这片黑风海边缘海域的一只小族群 其所在的岛屿与我们乌蒙岛距离较近 为了资源等诸多问题 向来跟本族有不少的矛盾 本族鼎盛时期 其自然不敢造次 如今见本族祖神长眠不醒 却是起了觊觎之心 骆峰恭紧地回道 韩丽听吧 这一次并没有着急再开口 而是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骆峰见此 自然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是垂手势力在一旁 你口中的黑风海 与北寒仙雨距离如何 半晌后 韩丽才又开口问道 这 据晚辈所知 黑风海属于北寒仙雨辖境 但只是偏僻地区的一处弹丸所在 啊 对了 这是黑风海域的部分地图 供前辈参考一二 骆峰略微迟疑了一下之后 取出了一枚核桃大小的白色圆珠 递给了韩丽 哈利伸手接过圆珠 双目微闭 神石一动 便投入到了圆珠之中 片刻后 他双眼缓缓睁开 眼眸中闪过了些许复杂之色 眼眸中闪过了些许复杂之色 陈寅良久后 才开口道 要向我庇护你们乌蒙倒 倒也无不可 不过 有些话 要说在前头 前辈 但说无妨 骆峰文言心中一息 盲说道 之前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今日方才抵达仙界 且并未经过非仙台的接应 你们若是对此有所顾忌 我也不会计较 就当全无此事即可 哈利没有隐瞒的坦言道 岂敢 前辈能据实已告 在下就已经感激万分了 陆峰连连摆手说道 既然如此 为稳定足重人心 以后你在人前 就以祖神称呼于我吧 不过 私下里 你称我一生柳前辈即可 若是韩经族胆敢再次来犯 我也自会出手 即使 别忘记你许诺侠的供奉之时就是 韩利文言 淡然道 洛峰文言顿时大喜 口中连连道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好了 给我安排一处幽静的住所 我需要敬仰一番 韩利点了点头说道 柳前辈 您请随我来 洛峰说吧 当即带着韩利 穿过祖神阁的那一堂 往后院的方向走去 出了后院 两人穿过了一片 紫雾弥漫的竹林后 就来到了一座白墙黑瓦的四合小院前 这处院落 是我之前修炼瓶颈期时 进行闭关的住所 不会有其他人前来打扰的 前辈 您大可安心地住在此处 洛峰如此说道 韩利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院落 点了点头 当先朝着院内走了进去 约莫小半日后 距离乌蒙岛数万里的一片深蓝色的海域中 一座数百丈高的白色岛屿上 其面积与乌蒙岛相当 岛身却是十分狭长 看起来就如同一枚细长的柳叶 岛上植北稀疏 地表之上 到处都有裸露出来的灰白岩石 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岛屿之上 一座座白色圆顶建筑 依着岛屿的山势 疏密有致地分布着 越往山顶上去 建筑的数量也就越少 分布也就越是稀疏 等到了岛上地势最高之处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建筑分布 只有一座沿着山脊修筑的 数百丈长的缩形广场 广场地面之上 到处都镌刻着一条条弧形 或者环形的纹路 彼此之间相互连接 组成了一片十分精美繁密的图文法镇 法镇中央处 则筑立着一尊 高约十余丈的灰白色的雕像 体型魁梧 身上穿着一件 雕刻着精美花纹的铠甲 脸上也覆盖着一层镂空面甲 两道弯曲的獠牙 从面甲两侧 延伸而出 一头微卷的长发披在身后 看起来神俊异常 此刻 在雕像周围啊 正有一圈蓝精族人 跪倒在地 全都头颅低垂 双手交叉抱肩 口容默默吟诵 进行着某种仪式 片刻之后 灰白雕像的面甲之下 忽然有两团蓝光亮起 紧接着就有一阵 嗡嗡嗡的说话之声 从中传来 事情办得如何 哎 为何不见屠哈 一名体型有些臃肿的蓝精族长老 满脸悲痛之色的上前一步 拱手说道 骑兵主神大人 扮上之后 他抬起袖子 擦了擦额脚的汗水 说道 事情的经过 大致就是这样 吐哈组长和几位长老 都已经战死 祖神大人 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一阵静默之后 灰白雕像之中 再次传来嗡嗡之声 你说洛蒙真身降临 这绝无可能 他若真的已经从万年之前的重伤中恢复过来 以他的脾性 绝不会放任你们逃离回来 况且 根据你们的描述 那人甚至连守护之力也未曾释放 祖神大人 既然如此 是否需要我们重新组织力量 再去攻打乌蒙岛 那名蓝金族的长老 小心地问道 不必了 那人虽然不是洛蒙 但能轻易击杀屠哈几人 自然也非等闲之位 你们若再去攻打 岂不是自寻死路 先退下吧 后面之事 我自有安排 遵命 体型臃肿的蓝金族长老 立即恭敬一拜 带着一众族人退了下去 其走远之后 雕像之上 忽然又有一阵的声音响起 似是低吟自语一般地说道 呵呵 苦苦 苦吐 入坤 既然你们也盯上了乌蒙岛这块肥肉 想来分一杯羹 那自然 也就要出一份力气 不过嘛 那件东西 却只能归我一人所有 毕竟我下一步的进阶能否成功 可就全息在此物之上啊 随着这声音在空中渐渐淡去 雕像上的两团蓝色光团 也逐渐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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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赛了 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